大家好,我是阿財,歡迎來到財之道的Channel 那今天這集影片是我關於分散投資的一些看法 可能影片時間會比較長,感濕你的朋友可以1.25倍數觀看唷 那可能大家在網路上聽過 古神巴菲特先生認為分散投資是傻子才做的事情 而且在網路上還有一個片段 是有關於巴菲特先生對於分散投資的一些看法 那完整的片段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小夥伴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截錄了其中重點的句子 那大概原文是長這樣子 那我自己翻譯了一下 大概是說分散投資是對無知的保護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分散投資就毫無意義 但是 小時候爸爸媽媽常說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因為只要一蛋撒了 那就全盤皆輸 每個蛋都毀了 難道爸爸媽媽錯了嗎 我這邊可以大家舉了兩個例子 假設你有100萬去投資股票 那為了分散投資 你買了10支股票 每一支都花了10萬塊錢 那運氣很好 經過一年 每一支的年回報都達到10% 所以最後也會有100萬變成110萬 那第二個Case是 你呢一樣有100萬美元 可是呢你每一支 你只買4支股票 每一支都花費25萬去購買它 而這每一支股票 都是你研究了很久 分析了很久 覺得它有潛在巨大的回報 結果過了一年之後 每一支都給你上漲了20% 所以最後你由100萬變成了120萬 所以啊 由上面的例子 還有巴菲特老爺子的說法 難道我們應該把雞蛋 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嗎 欸別急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伯克希爾哈薩維公司 也就是巴菲特老爺子 他的一個持商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個圖 是伯克希爾哈薩維公司 在各個不同行業領域的占比 那我們可以看到科技公司 基本上占到了49.93 快要50%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金融 行業 而且我們都知道 巴菲特老爺子 除了很愛買可樂之外 他也踏足了能源業 包含買我們的西方石油OXY 還有一些實體業 跟健康醫療相關的公司 而下面這張圖 是我截錄了 伯克希爾哈薩維公司的 持商的一小部分 可以看到就已經這麼多了 那在持商部分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包含我們的科技巨頭 Apple 還有我們兩大銀行業的巨頭 JP Morgan 跟我們的美國銀行 還有啊 是前一陣子非常火的 Snowflake 一個SARS公司 再來啊 實體業 還有我們的Costco 更重要的是 還有最近之前發布了 新冠疫苗的輝瑞公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巴菲特先生 他自己的公司 就投了這麼多股票 那不是自打嘴巴嗎 那我再給大家舉個例子 前一陣子也非常火紅的 ARK基金 也是由我們的 Cassie Wood 號是女股神 木頭姐所創辦的公司 那他的公司裡面 有非常多的ETF 那最主要有五支 我來給大家唸一下 由ARKK 它主要是新興創新領域的ETF 還有ARKQ 自動化技術與機器人的ETF ARKF 金融科技相關的ETF 還有ARKW 次世代王的ETF 跟ARKG 基因革命的ETF 而這五支 也是大家非常非常 喜歡購買的ETF 而還有兩支 可能比較少人 去關注它 是我們的ARKIZRL 以色列創新公司的ETF 跟我們的ARKPRINT 3D列印技術的ETF 所以我們的 女股神木頭姐 似乎看起來也買了很多股票 而且她不只買股票 還創了很多不同的ETF 讓大家可以買這個ETF 所以女股神 難道跟巴菲特先生 基本上要跟她對著幹嗎 誒 我這邊舉一下 ARKK 她的持商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ARKK裡面 持商戰比第一名 是由我們的Tesla電車老大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遠程醫療的 龍頭Teladoc 當然還有我們電子支付 SQUARE 總共零零庫庫 零零總總的53支股票 我們可以知道 光一個ARKK 就已經有53支股票了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 ARK基金 還有其他不同的基金 那加起來 可能投資了上百支股票 所以根據男女股神的持商狀況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分散投資 並不是像大家想的 我們應該要把錢 分在很多不同的股票上面 我們應該做的是 多樣化投資 所謂多樣化投資呢 就是你可以投資在不同的行業 選擇這些行業裡面的龍頭 或者是潛力巨大的股票去投資 所以我總結了兩個小點 做一個小小的SUMMARY 大資金的朋友 他當然可以重職又重量 所謂大資金 當然舉例就是我們的投行或機構 那包括我們的巴菲特老爺子 跟我們的女股神 因為他們底下 有非常多的分析師 跟我們的操盤手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屬於打群架的狀態 所以每一個人去研究幾支股票 那上百個人 就可以研究到上百支股票 那我們對於我們這些小資金的朋友 還有我這種小散戶 我們不可能去做打群架這件事情 我們研究的精力有限 我們扣除吃飯睡覺上班工作娛樂之後 我們剩下的時間才能去研究公司 研究股票 所以我認為重職是比重量還要重要的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應該要把精力 花費在研究好的公司 去找出行業裡面非常具有潛力 或者是龍頭公司 然後我們去投資買入 所以這邊我給大家看一下 身為小資族的我 的一個持倉配比狀況 那我總共買了五種不同的行業 第一是ETF ETF我把它當作是一個定頭的這個持倉 那我大概佔了10% 那我會買一到兩支 那目前我最主要的ETF 是買我們女股神的ARK裡面的ETF 然後再來啊 在我持倉佔比最大 就是我們的科技股 大概佔40%到50% 那我會控制在三支左右 然後再來還有傳統股票 15%到20% 我會控制兩支左右 還有投機股 也就是我前一支影片提到的 我賣飛的那些股票 是屬於投機性質的 那投機股我會控制在0到3支 那最多也就是持倉10% 現金我會預留大概20到30% 那我是怎麼去計算出這些佔比呢 其實我除了運用到凱莉公司之外 我當然還有一些我自己分析公司的經驗 那凱莉公司是什麼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凱莉公司是什麼 可能是第一次聽到 那凱莉公司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公司 據說我們的巴菲特老爺子 他也用這個公司去做他的投資 那有關於凱莉公司 他有一些比較詳細的介紹跟公司推導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我下面資訊欄放的 李永樂老師的視頻介紹 所以大家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凱莉公司是什麼 那我這邊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凱莉公司是什麼 凱莉公司主要呢 他是在表述一件事情 他表述什麼事情呢 就是計算出長期投資的情況下 我下一次投入我要佔幾%的佔比 也就是說如果你知道一支股票 你分析完之後 你知道他的賠率 也就是他可以給你帶來多少的盈利 還有呢他這個盈利的獲勝率是多少 那我們應不應該all in呢 凱莉公司就是在幫你計算出這個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公司啊 這個F啊也就是 現有資金下投注的比例 B是我們的賠率 你如果在股票投資上面 我們可以想像他就是你的盈利 那P呢是我們的獲勝率 好 所以我知道大家看公司啊 可能有點一頭霧水 我舉簡單的兩個例子給大家 第一個例子是 如果你研究了一支股票之後 你發現他的勝率是60% 那可以給你帶來80%的盈利 所以根據公司計算 我們應該要投入10%的錢 好那如果有家公司 你覺得他非常好 你算出他的勝率是90% 他至少有90%可以給你帶來盈利 那他可以給你帶來 翻倍的收益 那我們應該根據公司計算 應該投入80%的錢 所以啊 根據這個公司還有個人的心得 所以我總結出三點 我的持商原則 第一點 我的持商原則就是 選擇行業的龍頭 或者是潛力巨大的公司 第二點 就是總股票數量 我會控制在10字以內 因為我剛剛講的 身為小資族的我們 我們是單打獨鬥 我們是單幹的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經歷去研究那麼多支股票 上千支股票裡面 我們只能挑出我們自己了解的 還有我們能吸收的 我們能負荷的股票 所以在租長線持有裡面 我會控制在5支以內 投機股呢 同時最多會控制在3支以內 我會短期持有 然後第三點就是我絕對不會空倉 而我也絕對不會滿倉 可能滿倉各位朋友比較好理解 空倉為什麼不空倉 其實啊空倉其實意味著時間成本的問題 如果你研究一下 不管是ARC基金的女股神 或者是伯克希爾哈薩韋的巴菲特男股神的話 他們從來也都沒有空倉過 因為空倉會對你造成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不斷的時間推移之後 我們的貨幣是不斷在貶值的 想想你小時候可能10塊錢 你就可以買一碗麵 現在可能吃一碗麵都要四五十塊台幣 所以貨幣不斷在貶值的情況之下 意味著潛錢在縮水 而且我們也知道美聯儲最近是大放水 在這個大放水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美金跌的非常嚴重 潛錢不斷的在鎖水 所以空倉的意味著 雖然看起來帳面上 你沒有任何的損失 也沒有任何的盈利 但是無形之中 你的錢已經不是當出那個值錢的錢了 OK 那再來滿倉就比較好理解了 滿倉我不會滿倉的原因是 因為如果一旦你滿倉了 你就沒有任何轉還你遇地了 而對於小資主的朋友 如果你的資金量不是那麼大的情況之下 你也更不應該滿倉 為什麼 雖然說滿倉有可能為你帶來超額的收益 但是滿倉的風險就是 如果今天大盤回調了 就算你選擇的公司再好 就像前幾天一樣 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司都在下跌 那這個時候你根本就沒有轉還了餘地 你沒有多餘的錢去加倉那些優質的公司 讓你的成本均價更低 為你日後帶來更高的收益 這就是我的持倉三原則 那如果這期影片 讓大家對分散投資有不一樣的認識 那請不要吝嗇 按讚訂閱加分享哦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